《道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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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一天 大家听的道理也是很多 很多人也是好几位 讲过我们道律的 应该讲的题目 这都是道义 以及天命 敬政 道律 人生与真剔 道与珍贵 所以第一天 讲的很多 我听说呢 我们仙国慈悲 李贴国 李大仙 发生之中李大仙 他老为介绍 献身手法 大家心生看到 大家有所感受 大家周天一天 听着 看着 我们心里想着 大家还算高兴不高兴 高兴不高兴不高兴 今天进入第二天 明天的 我们就闭关了 这一次 我们基隆总统 是三天 三天的法位 这三天 比较时间长一点 对我们的心 可以静下去 可以静下去 慢慢地听 慢慢地参悟 慢慢地参悟 最后可以是多了解 那么信心 可以有一种深信 那两天呢 时间是匆匆忙忙 信心不太深信 信字 根 扎底线不太理想 那三天呢 信心这个信字 根扎底深一点 比较好 那我们在台湾 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啊 我个人的经验 大家的说 大家都是这么说 三天呢 这个班 开完以后 很好容易带 就很好容易 带到这个西民进修班 很不吃力 那两个的班呢 比较吃力 所以看起来呢 应该是三天比较好 当然呢 三天的时间呢 有些人呢 就不能够配合 所以都不能够请假 也是 我们叫 耽误事情 那今天呢 我们一个上午 已经讲过一个 上午已经讲过三宝 那接下去呢 我给你们讲一个题目 那我讲这个题目呢 是属于人道方面 不过甚至人道方面 就是我们老师师母的教导 老师师母的大和盾化 我呢 也不过是薛说而已 所以我们到 叫尊贵 天命名思的神圣 就是怎么样 既圣志 继续以往的圣先的志向 与圣先的传流 与圣先的理想 所以我们老师师母 就是现在当代的十八代之后 就是既往圣 还来学 那我们老师师母 他老人家的 就是修道 最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 儒家 以儒家为本 以儒家修士法门 为重要 虽然是三教真传 是不错 儒是道 三教真传 我们是道 一块都是教 教是教 道是道 道是一个根 教是一个末 是有本有末 有体有用 可是三教的真传 我们这所用的 老师交代 是这种三教的功夫 你看到一个程度 真正修道 十年 二十年 到一个很高的 一个程度的话 都是这种三教的功夫 你没有功夫的话 你怎么能够说 将来能够成道 能够成仙 能够成仙 能够做 若佛能够操增 了死 能够得到究竞 一定要三教的功夫 那我们到了一个程度 就是用诸教的礼义 诸教的礼义 礼义之门来 那么用佛老的规见 用佛老的规见 法能常转 常平常定 也是不简单 轻轻寡欲 也是不简单 那现在 不能简单的话 一定有一个法门 一定要慢慢地进来 因为我们是一个人 我们是一个人 人和人之间 我们的范围很广 做人要有做人的道理 所以圣人所留下的 这个就是重要的 遥顺 遥帝顺帝 这个大圣人留下来的 到现在 还有很多的国家的提倡 就是什么样子 张肠文理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国税 国税就是一个宝费 国税是宝费 到现在我们台湾 中华民国政府还在提倡 还在提倡这个救了的道德 不如是张肠文理 救了的文化 那最近新加坡的国家 也提倡这个救助的道德 我想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我们是华人 也很多在提倡 也很多在保守 也很多需要继续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华人 这个国税 这个宝费 应该不能失掉 所以我们的道德 老实说我们大德 是一个根本源流 所以是浙学的原理 这些浙学的原理 是各教旨之根的 所以老师们教导我们 修天道 你想修道的话 第一要人格健全 那么人格都不健全 那修道确实不太理想 那么人格健全 就是老师师母提倡的 也就是圣人教导 也就是说现在 我们老师师母传道 这么多年 而且我们很多的新道心 开过法会 进到新民班的 都要会到的宗教 你身为讲员的 都要会讲到的宗教 所以考尔宋 用于心而为 他嘴里所讲的 他心里所记住的 他多多少少 会表现出来 他会做的 这个念书没有白念 背书也没有白背 所以道指中指背下来以后 他常常出入佛门 他就慢慢慢慢地 接受老师师母的大德顿话 接受我们很多的点参者讲师 小多人川流 显一默化 慢慢慢慢地 确实我们很多人道心 真正是尊贫 真正是这个 尊贫松敌 真正是尊贫松敌 很真正是孝孤祖祖祖孙 信朋友何相邻 所以这个事 对我了解 在台湾建设的一项五一项五一项五一项 都是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所以到了今天 我们台湾 我们的道 毕竟大开鼓动 你们以后 对道有信心有声心 你们可以到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 希望你们去学道 希望你们去观光 我们这道场是欢迎的 你们去看一看我们的道场 你就了解的话 了解我们道在台湾 办是多么圣 那现在呢 我们最重要的话 我们敦品丛礼 敦品丛礼接下去 老师就叫我们 叫校父母 教导教导我们 品行好 你有德行好 你有礼节好 你有修养好 你通通好的人的话 你这个人呢 人格都健全 人格都高尚 这个人格高尚之中 很重要的一项 就是孝父母 孝顺父母 这个正人君子 这一类的人 可以说没有说是不忠不孝 不忠不忠不义的人 都会宗教旨意 还算一个正人君子 那我今天呢 我们单独广市 看着一个孝字 孝就是为八德之首 孝就是为 这个 古论之先 武昌之先 这个孝道 就是八德是什么 孝地忠信 以一意延迟 这个孝不是八德的首领吗 你这个人孝顺父母啊 对父母很孝顺很尊敬 那七下那个七个德字 也就差不多了 没有说是 这人很孝顺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显怜华识 不只说羞耻不清怜 可能性没有吧 我想没有 没有 所以有人说吧 这个人呢 八德 八个德字 一个孝字 第一 一个尺字 来收尾 一个偷 一个尾 他这个人赞助了 西托 就不要讲 他自然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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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话 我想想是对的 你这个人孝顺父母 最末点呢 拿这个来 拿这个尺字 来收尾 来收缘 你这个人 知道孝顺父母 一定孝顺父母 那这个尺字 你要是支持的话 你就是君子 甚至说过 不支持 不以为君子也 你这个人 不知道羞耻 这个脸皮都不要 不要名誉 你这都不是小人 不是君子 都是小人之辈 所以这个圣人讲话 一句一句话 会打动人的心 你这个人不支持 不要面皮 不要面皮 你就是小人 不是君子小人 就是一对反 还有这种解释吗 不是君子 不是君子人 反面就是小人 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我们人啊 人格健全 正人君子 我们研究起来 是相当不如意 你们说 对不对 相当不如意 人难做 所以有时候看回书 我们参谋很多 确实人很难做 人很难做 所以人很难做 做人难 做人很难 人很难做 可是我们既然是人的话 我们为万物之首 万物之首灵 可以帮助天地 可以参赞化育 可以补助天地 这部主 过不得了 三才 我们人 地而为三才之一 所以我们人 头可以顶着天 你看我们的 一个人 站在那儿 一个脑袋瓜 可以顶着天 而且你这个头 可以仰望 可以仰望天 可以看天 你的脚 两只脚 可以踏着地 所以患步之首 可以参赞天地的化育 补助天之部主 三才之一 人很没贵 你看那个禽兽 你看那个牛 那个马 你看看他 他的头 他的头是怎么样 他可以开头吗 你看那牛马 猪羊牛马 你看他头 非胎吗 头发累累 都是低头 可能这么走 他头太不自来 为什么他不能开头 他就是千生千世 他已经背天而行 做的事情 已经违背天 你太多太多了 今生今世 做牛做马 每天都是背天而行 他四只脚朝地 四只脚 手脚如朝地 所以不能够两个脚朝地 所以人呢 所以 人要是 这个五轮八德 都做不到 可以人而不如鸟夫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五轮八德 我倒是想研究话 就是很长时间 或我们既然想研究道 这也是一个道理 一种一份 这个五轮神呢 就是君臣 君臣 君臣应该怎么样 君臣应该有意 君臣呢 都是我们的属上 我们的上边 我们的上 上面 我们的属下 我们的下边 你这一个君臣 要讲这个意志 那父子呢 要有亲 父子的关系 要有亲呢 那你夫妇 要有别 你是夫妇 要有分别 什么叫分别 自古以来啊 前男人 女人 结婚了 就是先生 丈夫 太太 都有分别 不是乱 就说 什么叫分别 男人 要阻碍 女人 要阻碍 这个女人 结婚了 你要做一个 先妻良母 要帮助先生 你不能够 超越先生 这叫有别 有所分别 这个大家知道吗 所以现在 有时候 我们这个昆道 昆道小姐 结婚了 当权当令 我 她那个家庭 为我都尊 欺负公婆 欺负先生 天天堂 做大官一样 这个人就是没有分别 这个夫妻没有分别 啊 聘机私承 就是说骂 骂我们这个少妇 聘机私承 那就很不好听了 这叫 很野蛮的 很无礼 很凶的 一个太太 这就没有分别 啊 那么下面呢 就是 长幼有序 长者 幼者 要有程序 那对于 哥哥 应该尊敬 弟弟 应该爱护 啊 敬老尊贤 那么对于 年轻人 要照顾人家 爱护人家 那么最后呢 就是 朋友有信 那么做朋友的 在一起 互相做朋友啊 交情很好 感情很好 志同道合 都是很好 这叫朋友了 既然你做了朋友 不是表面的朋友 我们真正要讲信仲 要有信 啊 压人有信 讲到什么地方 我们办什么事 我们不能欺骗朋友啊 啊 人在家要靠谷 出外要靠朋友 一个人都要有几个朋友 一个人都要有几个知识 一个人都要几个人知己 这叫志同道合 你这个人才不哭哭 才不会空虚 才不会胡躁 才不会无助 一个人一个朋友都没有 啊 不价寡人 那那很危险 没有人帮助你 所以要靠朋友的话 一定要有信众 啊 对人要有信众 所以这个是五轮 啊 那么八德呢 就是孝辟 忠信 离 义 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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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德 要是做得很好 哦 这个八个字做到 六十分以上 面供八十分了 这一个人要做到八十分 八德 那不得了 这不简单了 那就是真正君子 啊 我们要求自己 真正修道人 哈 要求自己 八德 八德 每德 你能够计格呀 能够计格 这六十分 那就很好 啊 那我们今天讲 就是年轻人 应该好好想一想 嗯 大家的父母 都健在 请问大家 你们的父母 是不是都很健康 还在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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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也有没有在 啊 年中年的 我们年老的 当然父母就不在 就是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自然 生杀嚣张 啊 厚浪 垂涎浪 这也免不了 想来人很可怜 人很可怜 你多么好 多么好的光阴 多么好的岁月 多么好的命运 你是掌握不了 每天每天 啥 好像搬起过戏 哦 过戏 我们人掌握不了 所以人有时候 年老人会消极 因为一个是在劲儿啊 所以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父母啊 还都健在的话 父母还在 我们这年轻的这一辈 我们啊 你们是很好命 是很有事 是很好命的 是很幸福的 因为什么 父母就是两尊活菩萨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妈妈爸爸就是两尊活菩萨 有没有听说过 没听说过 我对你们的基隆坡 对阿玛尔西亚的国家国 我一年来一次也没有深入太了解 因为我没有时间打听这么多 我也不了解 我们在这个国家哈 对于孝道方面 孝顺父母方面有没有重视 不太了解 请问大家 我们这个国家在基隆坡 我们的华人 对于父母 有没有重视他们呢 有 有吗 有 不错呢 这还是不亏我们华人 我们究竟还是 我们中国人 究竟还是华人 究竟我们还是皇帝子孙 所以这种的美好的德和德性 虽然在外国 我们还保留它 这太好 那父母在的话 我们是很幸运 两尊活菩萨 什么叫做活菩萨 所谓活菩萨 菩萨是什么 这是慈悲啊 这是我们内心的希望菩萨 我求你 你给我 我求你 你给我 你看我们这个观音菩萨庙 观音庙 很多的 挂着很多的编则 就显成什么 大慈大悲 有求必应 有感折通 有感折通 有求必应 好很多是这个 就是说 他们我们成一求菩萨 结果呢 菩萨显显映 很显显 真给你的 你求儿子 观音菩萨给那个儿子 你求生意赚钱 今天 这年这里赚一万块 你很高兴 赶快给观音菩萨挂一个扁 又现将 又现供 又请客 观音菩萨是为我了 是为我一个儿子 很高兴 这叫有求必应 我们感恩 感恩图报 我们感恩想报 咱怎么报呢 你说给观音菩萨上点供 武汉公而已怎么办 所以多花点心吧 给观音菩萨歌功颂德呀 给观音菩萨歌功颂德 他真是大事大悔呀 真是给我的有求必应 只是这样报答而已 那么我们呢 是家家有观音菩萨啊 就是我们的活活菩萨 就是我们的父母 您想一想 我们的年轻的时候 我们父母对我们所求的 是不是都能够给我们 有没有 都是有求必应 您要这么东西 你父母就给你 你第一次要 你父母没有钱 哎呀 没有钱 没有钱 完事 不给你 可是你第二次要 你不相信 你想一想啊 你不相信 你现在想一想 你回忆回忆 当时我们小时候那种环境 第二次要 你父母啊 你妈妈 哎呀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第三次再要 你不相信了 你再回想一想 你父母 你父母啊 想尽的办法 就是怎么样的困难 这个东西要给你买 还是要送给你 你说为什么 这都是父母的爱心 这都是爱心的表现 他们恐怕叫我们难过 他们恐怕伤到我们心 他们恐怕我们痛苦 所以他要叫我们高兴 他要叫我们喜欢 父母只好默默地受苦 默默地受苦 加班 做副业 做工 甚至于借钱 你要的这些东西 他要陪你 这叫佛菩萨 这叫爱心 那么保护我们这么多年 有求必应这么多年 都叫做恩 所以我们研究起来 我们父母 对我们的恩太大 老人说过 父母的恩 对儿女 应该说是天高地厚 你一辈子也抱怨 太高了 太厚了 太多了 我们一言难尽 那一方面来说呢 我们花父母的钱也太多了 不要讲别的 有妈妈叫我们生下来 慢慢地慢慢地把我们摘毁造就 到了二十岁 二十岁我们都高大 到了二十岁 怎么样 二十年 我们大家想一想 现在这个 借着这个开班 我们学到 学到的道理范围很广 所以这个孝 孝也是道理范围之一 我们好 借这个机会 我们大家拼心静气想一想 你说我们的父母 对我们的恩 大不大 我们的花父母的钱多不多 多 什么叫做恩 父母 生我们 养我们 栽培我们 造就我们 无为不智地爱我们 疼我们 这个都叫做恩 都叫做恩 一言难尽 那么另一方面 来说 我们花父母的钱也太多了 如初生到二十岁 二十年 你们可能就也没有想过这么多吧 二十年的中间 你们花父母的钱 有多少钱 如初生二十岁 我们住父母的房子 需要花钱 我们吃父母的饭 父母给我们吃饭 需要钱 父母给我们穿的衣服 需要钱 父母给我们的教育费 需要钱 父母给我们的医药费 需要钱 二十年 这个点点滴滴 寄杀成塔 二十年 这些钱 和尔维一 到了现在来说 你们花了父母多块钱 你有没有算过 没有算过 好像都是应该的 是不是算 都是应该的 那算一算好吧 二十年 你们花父母钱 我给你们算一算 大约有 有二十万 没有 没有 没有二十万 一百千呢 一百千呢 我们在台湾不算两百万 他们就装一颗水 他们就装一装一 你们的 一百千啊 都用没有一百千啊 有没有一百千 有吗 有没有一百千 有没有 一切有没有 一百千有没有 两百千太多了是不是 我们是拿台币来算的 一百千差不多 一百千一百多千好了 一百多千你们说 一百多千算算算算多呀 多呀 多呀 如果你妈妈爸爸生了五个孩子 都今年都二十岁三十岁到时候都会五个孩子 那你把妈妈爸爸花了五百千 五百千 过往不得了 五百千一大堆大堆 你拿银行去存 存款啊 你取来五百千一大堆 老太婆要是看到五百千高兴要死 可是呢 他今年七十岁了 你妈妈七十岁了 孩子三十岁四十岁 你们到时候会花了五百千 结果你妈妈爸爸七十岁了 身边怎么样 身边啊 完整西凉了 西夏小条 身边都没有钱 都空了 袋子都空了 你将近看看老父母啊 做人家父母的越老越穷 越老越没有钱